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财经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资讯和信息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话题 中国去年GDP在疫情下仍年增2.3% 是世界上少数GDP增长的国家之一 但中国的经济专家们表示 中国当局对其过分依赖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应感到警惕 并且尽管国家主导的强势领导模式在去年控制了疫情 但这不代表这种模式能解决未来所有的问题 甚至待中国经济复苏 国家主导模式的优势也可能失效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财政部前研究部主任贾康 在26日的一场线上经济论坛中指出 中国在疫情下的强势管理只是简单的延续了政府控制模式 虽然舆论一致强调了中国的第一人权优势 就是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进而产生在自由市场国家或福利国家中少见的竞争优势 但也要应该注意其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劣势 而这种劣势深刻的扰乱了人们的生活 贾康表示中国当局无情的疫情控制反映出地方政府执行经济政策的手段 这导致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出现了恶劣的商业环境和增长停滞 并呼吁中国当局应该遵守更高的人权标准 以及更灵活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 而随着当前中国开始加强反垄断的行动 加上去年中国500大民企之一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突然被中国警方带走 贾康指出民营企业现在又陷入了恐慌 市场中几乎所有领导的企业都受到了影响 企业认为中国当局的环境已更难实现自由化 这让中国现在迫切需要接受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否则中国社会的一些偏执简单不知变通顺从和不合理的情绪 可能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副作用 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副主任周天勇也称 中国在防治疫情期间出现的军事化经济管制思维已经嵌入未来的政策制定 且这种状况并不可取 他说我们不能将疫情期间取得的短期经济增长作为未来的优势 一旦经济恢复正常 则国家主导模式的优势也就会失效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路透社北京1月28日的报道 政策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中国2021年可能不设经济增长目标 为连续第二年这么做 因为担心设立目标可能会鼓励各省增加债务 尽管去年疫情肆虐中国经济仍增长了2.3% 根据路透社调查访问的分析师预估 今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大幅反弹8.4% 受政府积极应对疫情和全球的复苏提振 两位消息人士称 政策制定者担心将官方的雄心 与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挂钩 可能会鼓励地方政府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 这反过来将会导致为了实现目标 而使债务出现不健康的增长 消息人士还指出倡议不设GDP目标的政府顾问 看来今年度再度占据了上风 在此同时决策官员可能再度暗示 以就业及其他指标作为隐性的指标 消息人士不愿具名 因相关的讨论并未公开 我们不会设置具体的目标 但实际上还会有一个目标的 一名政府顾问表示 这是三位提及再度不设目标的消息人士之一 我们不会强调不计代价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然而在三月年度人民代表大会之前 内部的讨论正持续进行中 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仍急于设定成长目标 发改委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为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誓 将追求更高质量增长 降低对于债务带动刺激效应的依赖 并鼓励加强生产力的投资以来 在疫情爆发前 不设成长目标的内部呼声就已经不断升高 受疫情的冲击影响 中国去年没有设经济增长目标 为18年来首次 然而许多分析师还猜测 2020年中国政府仍保留了一个 GDP增长3%左右的隐性目标 消息人士称 中国政府预计将今年的通胀率目标 设在3% 低于去年约3.5%的目标 但高于去年的实际通胀率2.5% 路透社去年11月曾报道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计划将 始于今年的第14个 五年计划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目标设置在5%左右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军日前表示 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 及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增长目标 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 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 继续设立增速目标 可能会加大地方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 并出现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中国央行行长易刚在周二表示 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增长 央行将关注债务和不良贷款风险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 在1月27日发布的 《2020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 于2021年前瞻显示 2020年中国的并购活动交易金额增长30% 达到7338亿美元 创2016年以来的新高 按照交易量和交易额计算 中国约占全球并购市场的15% 中兴社报道 该报告指出 主要得益于国企和政府资金 强有力的投资支援 去年中国并购交易数量 比2019年增加了11% 跨境交易量有所减少 私募股权基金活跃度大幅上升 普华永道中国及香港地区 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主管合伙人 刘彦来表示 中国的并购交易金额在去年的2月 由于疫情封锁导致的下滑后 保持稳定 后续几个月强势反弹 后半年显著反超 上年同期 2020年并购交易金额的增长 得益于国有企业对境内战略和私募股权并购交易的大力参与 而跨境并购的急剧下降 减缓增长的趋势 据统计 2020年有93宗超大型的并购交易 单宗10亿美元以上 反映国企改制进程的加快 以及政府主导的对金融行业的注资 私募基金的兴趣则集中在消费品 高科技和工业品 例如新能源汽车上 但去年中国超大型海外并购交易 只有8宗 新冠疫情肆虐和政治因素 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跃度 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已开发市场 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跌至420亿美元 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 并购交易数量跌至403宗 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低值 报告还指出 从数量上看 民营企业仍是最活跃的海外买家 国有企业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国内市场 总体而言 中国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下降40% 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刘燕来表示 今年在国有企业改革 以及双循环和产业升级战略支持之下 中国并购市场可能继续以境内交易为主 预计今年整体并购会有所增长 主要由私募股权基金和财务投资人推动 私募股权投资的交易量继续增长 从今年开始 海外投资总体水准可能增加 然而复苏尚需时日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日本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 经济较早复苏的中国启动增产投资 安川电机将新建工业机器人零部件工厂 涉足物流系统的大幅 则将新建生产半导体和液晶面板传送装置的工厂 日企为了争取疫情后夜网扩大的审人化和自动化需求而构建生产体制 安川电机将投入40至50亿日元左右 在江苏省的长州市约9万平方米土地上新建工厂 涉争最早在2022年内启动 用于机器人的次服电机和控制器的生产 安川电机在长州拥有每年生产1.8万台 用于工厂生产线自动化的工业机器人工厂 到目前为止 马达等从位于辽宁、沈阳等的工厂运输 今后涉争通过在附近地点生产零部件 缺减物流成本并缩短交货期 除了面向工业机器人以外 马达本身的需求也在增加 沈阳的工厂将加强对外销售 在中国生产正在恢复 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的统计显示 2020年来自中国的机床订单额 比上一年增长了23.5% 来自美国的订单则减少了27.5% 欧洲减少45.6% 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2020年12月单月来看 欧美同比减少 而中国则增至2.8倍 中国正在推进对纯电动汽车 半导体和高速通信标准5G基站等的积极投资 除了应对相关需求的增加 自动化作为工厂内防疫对策的需求也在增加 中国政府向自动化投资提供补贴 这也在推动需求快速复苏 从安川电机的订单走势来看 2020年的3-5月 日美中欧同比减少 到了6-8月只有中国率先复苏 增长13% 9-11月在日本国内和美洲继续减少的情况之下 中国增长28% 维持增长的态势 在日本的工厂自动化相关企业之间 寻求分享中国复苏蛋糕的动向正在扩大 涉足物流系统的大幅将投入近40亿日元 在江苏省苏州市新建生产基地 生产半导体和液晶面板的清洁车间使用的传送装置 力争2023年投产 半导体设备的需求波动剧烈 该公司将通过新建生产基地来灵活应对需求扩大期 涉足用于工厂生产设备的空气增压设备的SMC 在2020年底决定新设统一管理在华业务的控股企业 将统一管理各自公司赚取的资金 展开灵活的设备投资 中国对疫情再次扩大的警惕仍在继续 但是各家日企认为 与其他的地区相比 中国的经济复苏将持续 此外考虑到疫情后 省人化和非接触需求的扩大 日企将加快完善自动化体系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奥康纳 在1月28日建议邻国澳大利亚 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态度 并谈及惠灵顿成功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 呼吁澳洲多尊重中国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奥康纳说 我们不能代表澳洲及该国 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发言 但很明显 如果他们跟随我们的做法 尊重他人 我想就是不时采取 不会激怒他人的外交手段 谨慎用词 那么他们也可有望来到这一情况 新西兰不愿跟随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国 即美国 英国 澳洲和加拿大 签署联合声明中 批评中国处理香港泛民主派的方式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在1月27日发文 以冰与火来形容 新西兰和澳洲的对华关系 文章还提到澳洲采用了极端的冷战思维 而新西兰对中国崛起 采取相当开放的态度 法新社认为奥康纳的言论 有可能引发澳洲的不满 并揭露了新西兰在对华课题上 采取与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国不一样的做法 中国与新西兰的自贸显定 FTA在本周正式升级到了2.0版本 除了在电子商务竞争政策 环境等领域力求 跟上时代的步伐 还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以及投资等更全面的产业链合作 更大的开放条款 给予新西兰产品在中国市场更强的竞争力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1月28号 这里是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中国海航集团公布新一届党委委员名单 海航创办人原党委书记陈峰并不在名单之内 去年由海南省政府介入海航集团 成立的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 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 工作组的组长顾刚 已经当选了新一届海航集团的党委书记 综合媒体报导 海航集团是陈峰跟前董事长王健 在1993年共同成立的 在海航风头震盛的时期 两人大举投资不同的产业 投资的范围遍布了欧洲 美国以至于香港 包括了在香港投资香港航空 以及许多住宅地皮等等 但是之后却因为债务的问题 引发了当局的关注 之后海航多次的变卖资产 出售香港所有的住宅地皮 2018年王健在法国意外的身亡 一度遭道边缘化的陈峰 重新在风雨当中制装海航 随后陈峰将海航集团的节奏 从买买买变成卖卖卖 截至2019年底 海航已经甩卖掉了3000多亿元的资产 但是依旧不能填补巨大的财物漏洞 2020年本来被陈峰视为是海航 化解流动性风险的决胜之年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海航再度出现巨大的亏损 到了2月因为庞大的债务问题 海南省政府进驻接管 并且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海航集团还有超过750亿美元的债务 而陈峰本人也在去年9月的时候 因为涉及到合约的纠纷 而被中国法院下达 类似于禁设令的限制消费令 日前海航集团宣布 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 已经完成了禁止的调查 不过海南政府依旧没有退出 对于海航集团的控制 26号在新选取之后 由海南省政府安排进出工作组的组长顾刚 已经当选的新一届海航集团的党委书记 原先担任海航党委书记的陈峰 则是从名单上面消失了 香港南华早报27号报导指出 虽然陈峰依旧是海航的董事长 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之下 陈峰党委委员这个重要的决策机构 表明了他已经失去对于海航的控制权 彭博也认为陈峰在海航的未来令人担忧 不过目前海航拒绝回应相关的置评 美国财政部1月27号在网站发布通告 公布修改针对投资某一些中国军方企业证券的限制 并且把禁定生效日期延长到5月27号 综合媒体报导 已经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去年11月12号颁布了行政令 宣布从今年1月11号开始 禁止美国企业跟个人投资中国解放军拥有 或者是直接控制的31家企业 试图要对北京来加强施压 这31家包括了华为技术 中国电信集团 中国移动 中国航空工业 中国航天科技 中国船舶重工 中国建筑 中国核工业 以及监视设备制造商海康卫视等等 行政令指出 这些跟中国军方以及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企业 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来筹谋资金 用于发展中国的军队 提升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对于美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 该行政令还禁止美国投资者 购买这一类中国企业的证券 禁令要求美国投资人 在2021年11月11号之前 完全的出清始故 一般认为 这是川普为了要巩固对华强硬政绩 比拜登对北京采取强硬政策的部分举措 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公告 允许投资者或者是企业 对于名称与中共控制军事公司的名称 非常接近 但是并不完全一样的公司来进行投资 不过其限止到今年的5月27号为止 禁令显明5月27号之后 不准与黑名单之内的中国军事企业的子公司 来进行证券的交易 中国是许多国际企业的主要市场 这其中也包括了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 因此当大众总裁迪斯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赞不绝口 并且呼吁西方国家 进一步的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时 虽然不足为奇 但是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发广引述德国世界报报道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次视频会议上 大众集团总裁迪斯公开的赞扬中国的经济政策 他认为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去年公司两家在华合资企业 都有大众公司占据了多数的股权 这在过去30年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迪斯甚至还表示 中国公司在欧洲投资时遇到的困难 要远远比欧洲公司在华投资要来的更多 不过迪斯显然也没有办法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当主持人问及新疆跟香港问题时 迪斯表示 确实看到中国在民主问题上面没有进步 但是他认为跟中国进行交易 沟通交流总比撤离中国要来的好许多 迪斯希望隔离跟两极化的时期结束 他指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中美贸易战 迪斯希望我们将通过自由贸易回到更开放的世界 而迪斯的视频讲话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的批评忽声 推特上面有人留言说 这就是营昧的追求利润而放弃道德准则的后果 大众跟中国携手前进 事实上迪斯有关中国的言论引发争议并非首次 去年4月迪斯接受BBC记者采访 被问到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的时候 他说自己不知道记者在说什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这一番言论引爆舆论之后 大众公司终于出面喜事宁人 强调对于大众汽车集团来说 增重人权是公司一直在遵守的原则之一 中国是德国大众戴姆勒 宝马汽车集团的最重要销售市场 占了其汽车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球汽车销售普遍的下滑 唯独中国一直独秀销量继续的攀升 德国之声引述大众公司销售总管布兰斯泰特 不久之前透露的数据指出 大众去年在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为280万部 而同期在美国只销售出了50万辆的大众汽车 不过他否认大众对于中国市场依赖过大的说法 他认为这正是大众公司的强项 而不是依赖性 通过了疫情 公司更清楚地意识到 一个企业有多个立足点是非常的重要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市场上 大众拥有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的市场份额 华为宣布在法国东部建造5G设备工厂 这将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第一个跟5G设备相连的工厂 该工厂将在2023年投产 出产第一个移动站 位在欧洲的5G等来提供技术设备 对此当地媒体形容这一笔投资是支票外交 但是法国政府保证 这绝对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数位主权 法广引述法新社报道 华为的法国基站设备工厂 选指选在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的 阿尔萨斯布鲁马特商业区 该区所在地哈格诺市距离斯特拉斯堡只有20公里远 华为稍早于去年12月17号宣布了建厂的计划 华为为该工厂的投资为2亿欧元 未来计划雇佣300到500名的工人 而工厂主要生产用于无线通讯的设备 尤其为欧洲的5G基站来提供设备 投产之后工厂每年可以生产10亿欧元的设备产品 华为自2003年进入法国以来 近期宣布加大在法国的投资 为了表示在法国长期投资发展的愿望 华为已经宣布将在巴黎大区建造一座科研中心 目前华为在法国固有近千名的员工 在欧洲拥有23个研发中心 其中有6个就在法国 不过这个策略性的商业决定 也在法国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中央社报道 欧洲第一电台发表专闻评论 认为这是华为为了要躲避美国制裁 并取得一个还欢迎中资国家的入场券 相较于英国跟德国 法国确实对华为相对的友善 文章形容这根本就是支票外交 用来说服政府跟地方 华为可以为经济带来正面的贡献 重点就是要让人家忘记母公司中国的阴影 就如同华为法国分公司高层曾经说过的 我们是在法国的法国企业 而法国政府似乎也察觉到这笔投资的争议性 一改以往高调欢迎外资的态度 负责经济事务的法国国务秘书胡纳谢表示 无论是设备商是谁 我们都应该要保持独立性 我们对数位主权的议题立场坚定 我们对于所有大企业都一样的警戒 不管他们的国籍是什么 美国游戏及电子产品领袖商GameStop 股价从上个礼拜开始飙涨 到目前为止已经暴涨将近百分之一千 这一波的涨势源自于做空机构相远 在上个礼拜发布报告 看空该公司 但是美国论坛Radio的网民群起公知 喊出了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大局的进场让GameStop飙涨 同样被网民拯救的 还有因为新冠疫情前景被看衰的AMC 本来已经面临到破产的风险 成为做空机构的目标 但是却突然间股价暴涨 不过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这一波异常的涨势已经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双线资本副投资长雪曼特别的提出警告 表示这样的涨势会勾起人的贪婪心理 加上潜在的监管问题 到时候可能会迅速的破灭 跟风投资的人可能将被反噬 然而在这一场史诗级的亚空战当中 也有作响启程者 路透报道指出 华尔街机构贝莱德 由于持有GameStop约920万股 大约占了GameStop股权的13% 也就是说 如果贝莱德没有调整持仓的话 那么GameStop持股的价值将来到26亿美元 而原本在去年12月时 这个数字只有1.736亿美元 短短不到一个月 贝莱德就获利了约24亿美元 如今外界都在观望 这一场亚空战将会如何的落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已经发表声明表示 正在监测持续的市场波动 同时也跟其他的监管机构合作 来评估整体的状况 据恨网报道 美国马赛诸塞州负责证券监管的 州务卿盖尔文受访时也表示 现在应该要要求监管机构 对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展开行动 考虑将GameStop暂停交易30天 盖尔文提到GameStop的交易 本身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 这样的涨势基本上没有合理的依据 是极其不稳定的大暴涨 如果监管机构不介入的话 那散户只会疯狂地跟着走势 毫无理性的投资 报道指出 现在GameStop空单占了外流通股数 超过138% 已经是美股当中遭到放空最多的个股 空军节节地败退 华尔街日报则表示 GameStop公司市值已经来到了 惊人的250亿美元 该股股价激增也使其成为 美股交易量最大个股之一 超过了特斯拉跟苹果 而这两家公司的市值都远远超过GameStop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市值 约为8400亿美元 而苹果公司的市值约为2.4万亿美元 27号GameStop的股票交易量 超过了178万亿股 而苹果公司的股票交易量 则为9800万股 而特斯拉的交易量 则为2300万股 以上就是本期 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 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种业界资讯和动态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与中国有联系的一个推特账户组织 在美国大选前后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英国卡提夫大学犯罪与安全研究所在昨天1月27日周三发布的一项研究称 有证据表明这些推特账户的活动影响了广大的网友 其中最成功的是一段被前总统川普的儿子埃里克川普转发的烧票视频 埃里克川普转发的这条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在弗吉尼亚海滩市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看起来像选票的物件 他随后浇上了易燃液体并点燃了这袋物体 这位没有露脸的男子表示 这些选票都是投给川普的 在埃里克川普的推特账户上 这段视频得到了120多万次的点击 这是一条假视频 弗吉尼亚海滩市官员称被烧毁的不过是样本选票 发布视频的推特账户也已被暂停 研究报告称 这些账户还在美国的大选投票结束后 发推称美国存在选票舞弊的情况 称半灯绝对作弊 选票根本不能看 犯罪于安全研究所认为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这些推特账户与中国有联系 账户发布的推文使用的中文 且这些账户只在中国的办公时间活跃 即使推文使用英语 看起来也像是积翻英语 报告说值得注意的是 推特在中国国内是不合法的 因此即使他们是使用中文运营 他们也瞄准了其他受众 卡蒂夫大学犯罪于安全研究所主任 马丁·伊尼斯教授说 尽管只有推特能完全证明其身份 但我们使用的开源追踪进行的分析 强烈表明这些账户与中国存在多个联系 根据报告 英国卡蒂夫大学犯罪于安全研究所对这个网络的初步研究是在美国大选的前七天开始的 在两份报告的第一部分中详细介绍了该团队 他们发现有400多个从事可疑活动的账户 这些已转发到了推特 几天之后 推特暂停了这些账户的使用 在该团队的第二份报告中进行的最新分析显示 与该网络相关联的许多其他账户仍在运行 这表明该网络比以前估计的更为复杂和灵活 他们的发现表明运营商对1月6日在国会大厦发生的事件做出了迅速反应 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 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高质量英语宣传的视频 最初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行动并不是特别复杂 但深入挖掘后发现这些账户的行为是复杂而有纪律的 至少有一个例子表明 这些账户帮助传播虚假信息 获得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 他还说这是外国势力试图影响美国政治轨迹的一次重大尝试 这份研究还发现有证据表明 这些推特账户在2021年的1月6日 华盛顿国会骚乱前后进行反美宣传 而除了继续针对美国大选后的政治以外 这些账户还针对其他的一些中国感兴趣的地缘政治话题 比如台湾和香港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家莫小龙曾表示 中国干预外国选举的努力越来越让人担忧 中国对选举的任何潜在干扰都有两个因素 即能力和意图 过去几年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相关的能力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方面 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研究所 此前曾发布研究指出 中国是利用网络手段干预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 选举和公投最多的国家之一 报告还称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通过网络化外国干预 试图影响选民在其选举中的投票率 操纵信息环境 削弱公众对民主进程的信任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两名俄罗斯的工程师 因向中国提供敏感发动机的制造技术被判刑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最关键的发动机生产巨头 曾是企业技术主管 有关的分析认为 中国正在寻求在发动机领域取得突破 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州 雷宾斯克法市法院最近宣判 当地的两名工程师因为向中国提供发动机制造技术 分别被判处4年和3年的缓期徒刑 两人的刑期同时还伴随着3年和2年半的感化期 其中一人还被处以80万卢布 相当于1万多美元的罚款 位于福尔加河畔的雷宾斯克市 是俄罗斯最关键的发动机制造开发巨头 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所在地 被判刑的两人名叫维诺·格拉多夫和克拉斯利·尼科夫 他们退休后开始为中国工作 在退休前两人都是这家俄罗斯发动机龙头企业的技术主管 维诺·格拉多夫曾是负责铸造技术的副主管 为这家企业服务了20多年 克拉斯利·尼科夫曾是一名主要的技术负责人 在企业工作长达40多年 雷宾斯克市法院新闻发言人科兹洛瓦表示 两人都服从判决结果 没有提出上诉 法院宣判从1月12日起开始生效 雷宾斯克法院还表示 维拉·格拉多夫曾于2019年的8月 前往中国为当地的一家科研机构工作 他负责帮中国培训铸造领域的技术人才 建立全套精密铸造技术 并向中国传授材料领域的相关技术 以及负责有关生产设备的开发和测试等等 维拉·格拉多夫稍后邀请自己过去的同事 克拉斯利·尼科夫也为中国服务 维诺·格拉多夫在中国工作的同时 克拉斯利·尼科夫则负责从俄罗斯通过电话和电邮的方式 提供技术知识支援 2019年的10月 当维诺·格拉多夫为接收和测试有关设备 暂时出差返回俄罗斯时 他同克拉斯利·尼科夫被俄罗斯的安全机构逮捕 这是最新一起有关俄罗斯的科学家 因为向中国提供技术而被判刑的案件 近年来 类似案件经常发生 光在去年就已经发生多起 这些案件所涉及的领域 波及航空、航天、导弹和运载火箭 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等 还有其他基础的科学领域 但中国这次把目标瞄准俄罗斯的发动机研发和制造领域 举动十分罕见 这起案件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用尽手段 想获取尖端的科技弥补发动机领域的落后和不足 另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毫不松懈 也在加紧针对中国的警戒和防备 维诺·格拉多夫为中国有关机构工作 仅两三个月后就被逮捕 也显示出了俄罗斯的严加防范 极力阻止 不希望高端敏感科技流入中国 中国的军事工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发动机的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短板 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各种航空发动机 装备在中国的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上 引擎长期在两国的军火交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俄罗斯的军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 中国仿制其他军事装备虽然很成功 但因为发动机领域需要材料 还有其他的大量科技储备 中国在短期内很难追上 一些俄罗斯的军备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追赶速度也在加快 某些航空发动机目前可能已经达到了 前苏联上个世纪70或是80年代的水平 此外中国国产发动机已经开始逐渐装备在战机和运输机上 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突破可能仅是时间问题 位于雷宾斯克的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从苏联时代开始 这家企业就为苏联的许多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和运输机 开发制造引擎 其中包括用在航母上亚克式垂直起降战机 著名的图144超音速科技等等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情绪辨识技术是透过脸部表情、声调变化或肢体语言等生理特征 辨识人类情绪的最新科技 研究人员指出 尽管存在着准确性和更严重的侵犯人权等疑虑 这项技术在中国的日益普及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日趋成熟 情绪、辨识技术的运用一发广泛 从真讯时协助警方监控嫌疑人的脸部表情 到学校透过追踪学生眼睛移动装置 揪出不专心上课的学生等 都有这类工具的用武之地 英国的人权倡议组织Article19本周发表调查报告 公布中国有数十家公司在教育安全与运输领域提供这类的工具 Article19的资深计划干部马达表示 基于这项技术的种族歧视基础和违反基本人权 应该禁止相关设计开发部署销售与转移 调查报告共同作者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网络安全博士候选者阿迈德表示 科技工具无法可靠量测及量化人类的情绪 他又说这类系统可能会助长偏见 尤其是利用生理特征协助警方辨别罪犯的辨识系统 这类系统也引发了对一些新兴趋势的疑虑 包括搜集情绪资料来监控学生犯罪嫌疑人 甚至利用辨识技术来侦测疲劳或不安全动作 以监控汽车驾驶等 阿迈德在电话中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 他说一大堆这类辨识系统通常不会说明 他将会如何处理于长期运用这些资料 他补充说我们担心功能会发生如变 指的是把搜集到资料运用在其他的用途 马达则指出即使是那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情绪辨识技术 也可能造成伤害 他说这类监控容易产生滑坡效应 举例来说有一间学校引进监控系统评估 学生在学校有无均衡的饮食 不久之后就可能会变成情绪辨识系统 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变成什么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未来几个月苹果公司拟推出全新的全面隐私保护选项 推进其用户的隐私保护计划 虽然这些计划已导致其余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之间的关系紧张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向投资者表示 苹果公司对其业务的威胁越来越大 同一天苹果公司则重申 计划将限制应用程序如何追踪用户数字足迹的选择权留给用户自己 今年春季苹果这一新功能就会上线 届时iPhone和iPad的用户都将首先收到提示 只有在消费者选择加入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广告追踪 针对测试用户的测试版推出的时间将更早 苹果公司的移动操作系统完成软件更新之后 脸书或其他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无法再收集用户的广告标识符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定于在本周四 在计算机隐私和数据保护大会上就数据隐私的议题发表演讲 在发表演讲前 库克在昨天周三表示 明天是国际隐私日 我们将继续制定新的标准来保护用户的隐私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产品 也希望能够引发连锁反应推动整个行业向前 对于苹果公司采取的隐私做法 扎克伯格的说法是苹果公司试图利用其平台将脸书置于不利的地位 脸书已被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6个州提起反垄断的诉讼 苹果也面临着科技行业竞争对手的指控 称其做法压制竞争 这两家科技巨头都否认存在不当的行为 扎克伯格称 苹果有充分动机利用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来影响我们 以及其他应用的运作方式 他们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为自己的应用捞好处 记者请求苹果对扎克伯格的这一表态进行置评 但该公司目前未做任何的回应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1月27日 苹果在盘后公布了截至2020年12月26日的2021财年第一财机报告 随着iPhone12和电脑的大卖 苹果史上首次单季营收突破1000亿美元 达到1114亿美元 同比增长27% 其中大中华区销售额更是猛增57% 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 苹果已经连续四个季度没有提供短期业绩的指引 苹果仍未提供下个季度的业绩指引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苹果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3% 同一天 脸书在美股盘后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由于大量消费者居家购物和上网 脸书四季度的营收达到了280.7亿美元 同比增长33% 利润增长52%至112.2亿美元 均超过市场的预期 且是其有记录以来最高 然而脸书则称公司面临不少监管挑战 以及苹果在iOS14中调整隐私政策 或影响其广告收入 脸书的股价盘后下跌了2% 同一天 特斯拉也在美股的盘后公布了2020年四季度财报 特斯拉当即销售收入为107.4亿美元 同比增长46% 市场预期103.8亿美元 四季度 特斯拉的净利润为2.7亿美元 市场预期为7.63亿美元 特斯拉称利润较低 是因为在准备更新版的Model S和Model X车辆等 受此影响 特斯拉的股价盘后跌了5.44% 好了 今天就是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